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11月16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国实录 关于川普指控选举舞弊的事情 昨天又有了一些新的消息 据川普团队的律师在电视采访中公开声称 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将会向公众公开 当然对于川普的指控 美国的大部分主流媒体还是持反对或不相信的态度 但到目前为止,川普依然没有认输 虽然有些媒体认为川普昨天发了一条推文中说 他赢了,因为选举舞弊 认为这是川普认输了 但随后他又发文称 他只是在报道假新闻的媒体眼里赢了 我没有认输 随后他的推特被标注为有争议 然而到了昨天下午 川普又发了一条推文声称 他将提出大案来挑战这次选举的结果 他说,我们几个大案件显示2020大选违宪 并且还有种种更改结果的恶行 很快就会提起诉讼 根据川普的推文来看 他并未停止法律战 而是依然在为他坚持声称的选举舞弊 而继续战斗 就在川普发出他认为2020大选违宪 推文的同一天 也就是昨天 川普律师团队的律师 前联邦检察官西德尼·鲍威尔 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透露 他们的团队正在搜集 利用计票软件Dominion和Smartmatic舞弊的证据 他说,计票软件Dominion能通过删除选票等方式 操纵选举结果 而且软件公司和州官员之间存在腐败利益关系 川普的律师团队已经掌握证据 将会向公众公开 鲍威尔说 Dominion在美国30个州的200个司法管辖区被广泛使用 德州曾三次出于防止舞弊的考量 决定不用这块软件 目前他们已掌握的证据 足以展开重要形式调查 他说,关于这个软件为什么会被设计出来 我们已经有了宣誓证词 他专为操纵选举而设计 鲍威尔表示 证人在其他国家见过选举被操纵 而同样的策略和软件 据悉也被部署到了美国 鲍威尔还披露 有多名证人站出来指证回扣的问题 有证据显示 在购买和使用Dominion软件的州 州官员的家属都收到了一大笔钱 另外鲍威尔还表示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 以及其他的政府部门 都收到了不少关于这块软件的举报 几年来 甚至有多位民主党人 以写信的方式 并附上专家的报告和文件证据 反映这款软件的腐败问题 但政府部门 没有人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 鲍威尔形容 他们所掌握的证据 就像从消防管道里喷出来的一样 那么多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再次说明 以上的这些言论 是出自川普团队的律师 希德尼鲍威尔之口 至于你信或不信 那都是鲍威尔律师所言 我呢 把福克斯新闻的这个采访的链接 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区 如果大家对采访的原文有兴趣 可以去仔细的看一看 至于鲍威尔律师口中的证据 究竟什么时候会公开 这些证据究竟能否证明 川普指控的选举舞弊 我们将会继续关注 后续事态的发展 在川普总统继续否认 选举结果的当下 本届政府也正处于 执政的最后两个月 据悉 白宫目前正在加紧制定 一系列的法规 包括落实一些 曾在奥巴马时代 被否决的措施 有人认为 川普的这些举动 是在为拜登留下陷阱 迫使新政府上台之后 需要化解这些政策 从而使对方的 施政效率出现折扣 据NBC报道 目前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正在审议145条法规 对经济 环境 公共卫生 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 都将采生重大影响 其中有一条 是在大选后三天 被提上日程 内容是农业部有意推翻 此前奥巴马政府的决定 允许家禽加工厂 提高生产速度 但民主党质疑 该措施可能会危及 肉类包装工人的安全 有分析指出 这100多项措施 全部过关的可能性不大 但预计在明年1月20号 政权交接之前 还是会有一定数量的政策 落实生效 保守派智库组织 传统基金会的经济学家 洛里斯表示 川普政府正在和时间赛跑 但同时也要谨慎处理细节 以免现在实施的措施 未来遭受法律挑战 另外也有分析预计 目前正在制定的法规或政策 有些应该会被拜登政府否决掉 例如对外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 限制环境保护署援引科学研究结果 限制国家环境保护局规范空气污染等措施 据相关分析指出 国会虽有权按照国会审查法 快速撤销过度政府通过的法案 但共和党如果在新一届的参议院 保持多数党地位 那么工作的难度将会大幅增加 这些问题都需要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 花时间和精力进行处理 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 拜登团队15号表示 拜登和他的副手贺锦丽 将于16号下午在德拉瓦州进行演讲 并以大流行后经济复苏 及长远增长计划为题 在大选后首次阐述两人的经济政策 演讲暂定于美东时间下午1点45分 在德拉瓦州的威明顿举行 拜登在竞选期间 曾制定多项经济议程 重点包括增加国家的就业人数 加强社会福利 消除经济不平等议题 外界预测 拜登本次的重点 可能是在他竞选期间 主张的重建美好提案 内容包括 为清洁能源和基础建设 斥资2万亿美元 并在风力发电 可持续房屋 电动汽车方面 创造数百万个工作岗位 加快减少全美的温室气体排放 另外 拜登还制定了7000亿美元的 购买国货制造业计划 并建议拨款7750亿美元 支援护理经济 以加强对儿童和老者的护理服务 据穆迪公司估计 拜登的提案 成本超过7.2万亿美元 资金将主要来自企业 和对富人加征的税收 除了经济议题之外 拜登团队的多名科学顾问 未来数日也会和疫苗厂商见面 拜登的幕僚长克莱因 引用了辉瑞等制药公司的说法 他称 双方将与本周开始协商 带拜登团队 仍需和卫生部 国防部确定疫苗分配计划 至于拜登的提案能否落实 这个依然还要看 民主党是否能够取得参院的主导权 目前根据媒体公布的 国会选举结果来看 参议院的得票情况是 民主党获得了46个席位 共和党已获得50个席位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 共和党只需再获得一个席位 便能获得参院的主导权 据悉 拜登已经和众院议长佩洛西 和参院民主党领袖 舒默商议对策 但还没有和参院共和党领袖 麦康诺讨论细节 据法新社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 今天将和力挺川普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晤 但马克龙的幕僚表示 双方的会谈内容 将会对拜登团队完全开放 有人形容 这样的外交关系 好像是在走钢索 蓬佩奥已在14号抵达巴黎 展开为期10天的欧洲中东7国访问 在当下选举结果争议僵持阶段 蓬佩奥的态度非常坚决 他力挺川普 上周他曾向记者表示 政权会顺利的移交至 第二任川普政府 然而法国总统马克龙 却在媒体宣布拜登胜选后 早早的就向拜登表达了祝贺 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 外国领袖致电拜登 如果只是打声招呼 并没有什么不妥 但不要搞错了 同一时间内 美国只有一位总统 一位国务卿 以及唯一的国家安全团队 法国总统的幕僚强调 本次会晤是蓬佩奥要求和马克龙会面 会晤的内容会向拜登团队完全开放 全美的新冠疫情 在一个星期前 累计确诊数量突破了1000万 昨天这个数字又冲破了1100万 一个星期暴涨100万例 被媒体宣布在本届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拜登 他的高级顾问呼吁 立即行动来应对美国令人极度堪忧的疫情 拜登的顾问问警告 共和党籍总统川普拖延交接程序 可能将进一步危及到疫苗分配规划等抗议行动 他们呼吁国会两党立刻通过财政纾困措施 在拜登明年1月20号就职前就展开行动 拜登的新冠疫情咨询委员会成员 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 欧斯特霍姆在接受NBC访谈节目 会晤新闻界中说到 我们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时期 他警告 除非现在就采取行动 否则我们会看到这些数字大幅增长 我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 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各州的病例都在增长 有些州的州长此前曾抵制防疫限制令 但在地方医疗系统触碰极限的情况下 也都相继实施了新的口罩令 并限制集会和其他的一些防疫措施 尽管川普一直对戴口罩仪式比较冷淡 曾导致一些共和党执政的州 对实施口罩令比较宽松 不过近几州 随着疫情的突飞猛涨 一些共和党籍的州长也都被迫加入口罩领航列 例如北达科大州与本周末 已加入到30多个州要求戴口罩的队伍中 另外爱荷华州也在本州要求 在特定情况下必须戴口罩 据相关统计 自从11月以来 美国已有40个州新增病例突破纪录 20个州的新增死亡人数创下新高 26个州的住院人数高于以往 被认为是代任的拜登政府白宫幕僚长 克兰昨天呼吁国会 立即通过新冠纾困法案 因为新的防疫限制令 肯定会伤害到经济 他对NBC的记者说 这可以成为两党选后共同行动的首例 克兰还说 拜登已和国会内的民主党领袖对话 但还没有跟联邦参议院 共和党领袖麦康诺商谈 因为麦康诺至今仍拒绝公开承认 拜登已当选总统 据英国BBC报道 今天16号 根据美国莫德纳生物技术公司的 初步数据显示 该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防护率达到94.5% 比辉瑞疫苗90%的有效率还要高 莫德纳公司表示 这是伟大的一天 他们打算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申请批准 然而根据报道的显示 这个数据目前仍是初步数据 有些关键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 莫德纳在美国对3万人进行了疫苗试验 一半的受试者注射了两剂疫苗 两剂疫苗的注射时间相隔4周 其他的受试者则采用虚拟注射 莫德纳的分析报告 是以最先出现新冠症状的95人为基础 这批人中只有5人注射疫苗 另外90人采用的是虚拟疗法 因此莫德纳表示 疫苗的保护率达94.5% 资料显示 试验中有11例新冠重症病例 但都没有出现免疫反应 莫德纳医疗长扎克斯说 疫苗整体效果卓越 这是个伟大的一天 莫德纳的数据公布之后 备受外界的关注 同时也增加了人们 对疫苗终结疫情的信心 好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2020年11月16号上午11点 全美确诊人数累计 1123万0539例 累计死亡人数25万0943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 15万0966例 死亡760人 纽约州今天新增3603例 死亡6人 加州新增6915例 死亡10人 新泽西州新增4947例 死亡18人 休斯顿新增246例 死亡1人 芝加哥新增4709例 死亡20人 长岛纳苏郡新增326例 死亡0 长岛苏福克郡新增366例 死亡0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转发留言和点赞 我们明天再见 走不 vor 雪糏 那太好 在哪里 下路 está 还没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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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